逐個灣消防局兩名消防員 昨晚在洗衣房內懷疑因為欠路閒 他們兩人先是口角介而動武 兩敗驅傷齊齊被捕 現場是北大嶼山分區朗恩路8號 警方指他們兩人因為鑰匙問題爭執 期間以手和腳互相襲擊對方 警方昨晚8時10分接報後到場 兩人涉嫌襲擊製造成實際身體傷害被捕 案件交由大嶼山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 事件中53歲消防員頭、背、手和腰傷 54歲消防員腳、嘴角和背傷 清醒被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治理